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38岁曾姓女子酒醉狂闹药局还对西药房老板喊老公一会儿趴在柜台玻璃上,一会儿又头敲撞玻璃,影响生意汉安宁,新兴警方获报派警网处理,将她强制带回保护管树。 中山路派出所金层二十二十分许,接获西药房通报,至六合一路上有九岁女子房亥安宁,警方立即调派线上警网道场处理,现场发现一名曾女婴心情不佳,喝得泥醉意识不清,正骚扰西药房店家。 警方调查曾女于酗酒后要返回住家时,途经六合一路上一间西药房,见灯火通明又有冷气,竟走入店内趴在柜台上休息,老板怕曾女酒后情绪不稳或失控发生危险,就保安请警方到场协助处理。 警方到场安抚曾女情绪后,曾女酒醉卢锦汉老板韩老大又叫老公,令人啼笑皆非,待曾女情绪平稳后,索性没有发生任何意外,警方协助曾女返家休息。